一台紅色的車 一面白一男子下車後 走向騎樓 打約20秒左右 我晾一下對不對 晃得一聲 騎樓冒出火光 接著男子走到路中央 盯著騎火現場不斷叫囂 最後走到轉角 從右側搭上紅色轎車 回轉 離開現場 隔壁鄰居發現騎樓機車 騎火冒出濃煙 趕緊跑出來求救 剛好運超車路過 保全下車 幫忙打119 找滅火器 撲滅火事 中妹妹啦 她不知道要穿什麼 說真的啦 她的油 整個都燒掉的 我的媽媽 整個都拼拼叫 整個都看不到 回到縱火現場 被燒毀的機車座椅燒破 車殼融化 地上還有一瓶小貫寶特瓶 一色是嫌犯的縱火工具 加上機車剛好停在公寓大門 當下火燒車出入口火勢猛烈 樓上出戶都嚇了一大跳 車主也是下樓後才發現 怎麼是我的車 後面有下來了 都已經變成這個樣子了 我也不知道是我的車子 是喔 對啊 女車主覺得很衰 女車主覺得很衰 還滿頭問號 和先生小孩住在一起生活單純 想不到和誰結怨 因為現場還有另外一輛機車 安全帽和她一模一樣 也懷疑是不是尋仇找錯人 不是她 她的就是我的了 她找安全帽一樣的 現在這個安全帽都是送的 不過監視器也拍到 一次縱火男子 一開始先搭銀色轎車 當時下車有兩個人在現場逗留 後來嫌犯才又搭紅色轎車出沒 離開時也不是坐駕駛座 懷疑有共犯 警方目前已經掌握紅色轎車的車牌 申請拘票 追捕縱火相關人等 TBS 黃國軍陳出嫌張子民 羅一星 台中報導